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2021年传球肿瘤报告显示 传球2021年新发肝癌91万例,其中中国的新发癌症41万例 占全国的45%还要多 由于肝癌没有痛绝神经,一旦癌变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 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就诊时就已经步入了中晚期 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 一对90后的夫妻本是美好的连级,却酸酸地查出了肝癌 一开始两人只是感觉疲惫乏力 本以为是累着了,也没太在意 可是渐渐的老公的眼睛、皮肤都开始发黄 并且迅速的消瘦 而老婆也感觉食欲不振 胃口不佳,两人这才到了医院进行检查 最终都确诊了肝癌 在两人入院治疗的期间 对于肝癌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才知道发病的诱因 原来这些年,夫妻俩打工涨了一些钱 开了一个水果店 为了让生意更好 两人经常起早贪黑 十分的辛苦 夫妻俩也感觉累并快乐着 起码有了自己的小生意 虽然他们只是开了个水果店 但是两人从不舍得多吃一点好水果 店里腐烂掉的水果 两个人也舍不得扔掉 把坏的挖掉,好的吃掉 没想到正是这一个习惯害惨了他们 吃一些坏掉霉变的水果 是最容易受到青霉和曲霉的入侵 这是霉菌生长过程中所产生的 有毒代谢产物 但青霉素就是霉变水果中最常见的毒素 通常存在于霉变的水果 以及其制品中 尤其是苹果,山楂,雪梨,番茄,苹果汁等 不仅能够导致肠胃功能的混乱 还具有致癌性和自欺性 所以即使切掉了水果的腐烂部位 剩下的也不能保证不含有毒素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发现霉变的水果 直接扔掉不要犹豫 以免导致消化系统出现异常 也会增加肝脏的癌变机率 除了霉变的水果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很容易霉变的食物 比如大米,花生,坚果等等 这些食物如果发生霉变 也要及时把它扔掉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因为习惯了节约 认为丢弃食物就是浪费 但是发霉后的食物吃进体内 百害无一例 那如果有胃病的人 也千万不要轻易碰以下这几种水果 可能也会加速胃病的癌变 第一,鲜枣 很多人以为多吃水果对身体有益无害 但是对于胃病的患者 不宜进食太多的水果 像鲜枣等外壳较坚硬 因为含量较高的食物 很多人认为使用鲜枣 可以补充维生素C和钾 而且上时纤维也有助于改善 肠道功能减少糖类和脂肪的摄入 但是同样因为上时纤维不易消化 所以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等等的胃部不适 而且大枣 枣皮薄坚硬 边缘很锋利 如果胃连膜刚好有炎症 或者是胃溃疡症状 那就会加重疼痛和不适 第二,山楂 很多人觉得山楂开胃 酸甜可口 一不小心就会吃多了 如果你脾胃不好就要少吃山楂 过量吃山楂有可能会导致胃结石 因为山楂中的果胶和丹磷酸的含量高 结出胃酸后 容易凝结成不容易水的沉淀 与食物残渣等胶着在一起 就会形成胃结石 结石可以引起胃溃疡 胃出血甚至胃壁坏事和窗孔 三,猕猴桃 猕猴桃可以通便 富含维生素C 称为是水果之丸 但是猕猴桃属于寒性 这时也会损害脾胃的氧气 会产生腹痛、腹泻等症状 另外猕猴桃中 所含的大量维生素C和果胶成分 也会增加胃酸 加重胃的负担 产生腹痛、泛酸、烧心等的症状 天气寒冷的时候 症状还会加重 在目前这种寒冷的季节里 胃病、脾胃阳虚 患者应该少吃 或者是不吃猕猴桃 第四,柿子 胃不好最好不要吃柿子 柿子很容易把胃扎伤 这是因为柿子中的果胶 丹磷酸的含量比较高 体内胃酸会与其结合成胃柿子 胃柿子很难以排出 同时还会对胃壁造成刺激 形成胃脏、胃痛、恶心、呕吐等症状 所以有胃不好的朋友 以上这几种水果尽量少吃 或者是不吃 可以多吃以下这几种养胃的食物 第一,卷心菜 青菜有健脾养胃 香肿、力量、清热、解毒的作用 是一个不错的养胃食物 最主要由于减薰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对于止痛以及促进胃溃疡愈合 有着很好的作用 第二,木瓜 木瓜有养胃的作用 常常被人们忽视 但实质上对于健脾胃 有着特别好的帮助 木瓜可以分解蛋白质 有利于人体的消化和吸收 减轻胃肠道的负担 木瓜有抑制炎症的作用 可以促进胃联膜的恢复 减轻胃肠道的症状和胃痛 反酸等 所以我们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木瓜 第三,南瓜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果胶 可以帮助保护胃部 免受刺激 本草肝木中记载 南瓜性温 胃肝、乳皮胃筋等补充 益气、消炎、灭菌、止痛 其所含的丰富果胶 还可以吸附细菌和有害物质 包括重金属、钳 等其道排毒保护的作用 胃部免受刺激 减少溃疡 第四,子肝蓝 子肝蓝中所含的营养物质 不仅仅能够抗胃溃疡 保护并修复胃联膜 还可以保护胃部的细胞 活跃万胜 降低病变的几率 所以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止肝蓝 第五,山药 山药中含有的淀粉酶 多酸氧化酶 这些物质都有利于 增强脾胃消化吸收的功能 是一位平补脾胃的药匙 两用的食材 现在快节奏的高压生活 让不少人都患上了胃病 尽管都是一些小毛病 但是长久 不注意养护 对于胃的伤害还是极大的 俗话说 三分靠智 七分靠养 养胃这件事 一定要长久的坚持 不要饥饱不均 身体饥饿时 胃类的胃酸蛋白酶 没有食物来中和 浓度会较高 容易造成黏膜的自我消化 而暴饮暴食 又容易损害 胃自我保护的机制 使胃必过多的扩张 食物停留的时间过长 都会促成胃损伤 想要养好胃 就要做到按时规律的饮食 好了 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 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